今天來講186 話說你們知道五條七年他動畫畫的嗎 以前五條就過來找姨谷 跟他說如果我有怎麼樣 也有年級的那些人就拜託你 姨谷還看完叫說是男女關係嗎 其餘在講的就是這個捏他 讓我想到以前極音色改編的動畫品味 看來能不能救出五條只能靠他了 來到故事兩人對決 一界面就是一拳 陸至於連人帶棍直接被打飛 他的棍子也噴掉了 後來沒有把他撿回來 所以應該也不是什麼很重要的咒劇 只是一般的武器 因為之前放張有拿遮 我還以為跟他的術士有關 結果好像跟我沒關係 趁完全壓制陸至於 之前熊貓說對方很快 被對方壓著打 周立反過來被趁壓著攻擊 看得出兩人的差距 不過也是因為趁的能力 這個等一下就看到 趁發現對方的周立帶有電力 周立特性是獨有能力 不知道能不能繼承 因為不是很多人說陸至於是五條家嗎 就像是家人術士 後代有沒有可能繼承特性 我現在講這個有點難 因為周立特性很明顯是老師後來才加進來的設定 我之前也有說這可能是老師之後會玩的重點 雖然趁被電到 不過只是麻一下而已 陸子儀心想這家人幾乎是他的周立特性 他想知道對方叫什麼名字 一般很難用周立防禦特性的術士 就以陸子儀來說 他的周立帶有電力 即便你用周立防禦了 他的電力還是可以電到你 趁的情況又不同 他用巨量的周立也輸出來無視攻擊 一般速師是不可能辦到的 他在身邊形成一個強大的防護罩 讓他覺得攻擊只是有點麻而已 還有他身邊想起了迷之音樂 可能跟他的巨量周立也輸出也有關係 趁從剛剛聲音就一直發出音樂 他說他叫做趁青刺 你要叫KING槍也可以 我記得企濃若也是這樣叫他的 他有那麼喜歡這個稱呼嗎 陸子儀也抱上他的名字 他心想有意思 他之前不是來說這裡沒個能打的 400年前的速師還比較像樣 看來是遇到對手的 趁聽到你心想 原來他就是用100點的陸子儀 他提出條件如果我贏你的話 100點就給我用了 鷹虎追加聯絡手段也進出方式 不過目前只有194點 照理來說應該會先追加進出方式 因為後來就直接講東京第二了 也不清楚身價10點會怎麼獲得 或是可以把點數轉讓給伏黑 他身上51點 不過總覺得伏黑會想追加其他規則 因為進到解決後老是有點想讓他黑話 虎仗追加轉讓規則 真的話就是把不想要參加的人移出去 但是因為永續規則不可能無條件 當初伏黑的說法是把不想參加的人移出去 替換一個想參加的人進來 會是京都校派上用場的時候嗎? 陸子儀說隨便你 看你應該是熊貓的夥伴 他又趁把速諾事情講出來 點數的事情之後再說如果你還活著 陸子儀這個人怎麼那麼奇怪 他想要知道速諾在哪 然後又說如果你還活著 這個條件是要怎麼成立 最近也是要熊貓說出速諾在哪 可是又不留情想把對方殺掉 當初熊貓是因為三核心才活下來的 難道他以為這樣問對方就會把事情說出來嗎? 現在是他被壓制的情況 這個條件完全不對等 對方怎麼可能告訴他 他以前是什麼有權有私的貴族嗎? 以為自己講出的話就是有分量 另外捐手應該有跟他說速諾在結界 要不然他也不會這樣問 不知道當初談到什麼程度 因為速諾收到負的情況還蠻複雜的 趁沒有反應是因為他不知道速諾是什麼 最近在賭場的時候 弗衛他們就有談到速諾 但是趁跟其樂完全不知道速諾是什麼 他的表情就像是怎麼又提到速諾了 覺得時候趁身上的咒力湧現出來 從這本講明就可以知道是之前的獎勵 這個畫面完全就是在致敬習俗 老師以前就講他很喜歡敵人 最近弗衛老師就開始畫起來了 老師知道後不會也是這個樣子吧 他的周圍湧現是分階段性的嗎? 剛過來時就已經很強了 這裡又再一次的暴漲 還是說只是解釋性的畫面 實際上並沒有再變強 陸子雲發動攻擊 但趁沒有反擊只是站著被打 對方想怎麼突然沒鬥志了 趁不是沒鬥志 而是陸子雲的攻擊實在是太讓人失望 反過來一拳把對方揍飛 話說趁這裡則沒有一個Michael Jackson的驚人動作 陸子雲表示對方有兩下子 在一陣攻防後使出速師 話說這是不是他的速師其實也還不知道 雖然之前有完整的說明 可是也沒講得到的速師 還是說這也是特性的攻擊 徐莎根本就沒死出速師 從他的說法來看 這一招是需要時間的 難怪一開始不使用 還有之前對方熊貓的實演師 也不是一開始就死出 真的反應很快 再來要擊中頭部前很快的偏移了 結果只是被打斷手 陸子雲注意上去想要趁機解決趁 從這裡就可以知道陸子雲這一招無法連續使用 用完後要再次等待 雖然避重威力也很強 但還是我明顯的弱點 只是沒想要趁在這樣的情況下也能反擊 抬腳踢的陸子 探驚訝不過對方也差不多了 這時趁的手突然回復 說明趁的作殺薄圖重大獎後 會在獎勵回彙中播放 《屍體存在列車》主題曲4分11秒 在這段時間內趁的周力會無限制的有助 陸子雲以為趁會反轉速師 但其實他不會 這是為了讓趁身上的周力可以正確運行 不讓趁的身體被破壞而自動使用了反轉速師 當趁的身體受到傷害 身體有負能量就會自動轉成正能量治療 也就是說趁在重大獎後的4分11秒內是不死之生 這時候因為停止 陸子雲查略停止後 周力的永遠也停止了 但沒想到趁又再次使出的領域展開 做殺波圖 通常領域展開後 速師回路會被燒壞 導致使用速師困難 還有領域後消耗的大量周力 基本上沒有速師可以連續打開領域 可是在重獎的4分11秒 已經足以讓趁的速師回路回復 加上獎勵獲得的周力 只要趁不斷獲得大獎 就可以一直打開領域 跟我之前說的一樣 克服消耗的周力 我就說獎勵很有可能會獲得周力 還有之前看到趁的傷勢回復 也是不是全自動的反轉速師 這裡也得到了解釋 目前知道的就兩個人 可以在短時間內打開領域 一就是趁 二就是五條 五條六眼可以讓他幾乎消耗的周力 就算打開領域也不會有什麼消耗 但是回路稍外就無解了 趁則是用無敵狀態度過這段時間 而趁在得到獎勵後也不依靠速師 而是用強大的周力配上他的周力特性去打 所以到了就在打開領域獲得下一次的獎勵 龜蘭基爾也是能夠提供大量周力的禮箱 時間只有五分鐘 五分鐘過後就會暫時無法顯現 趁的話只要中獎 周力就是會不斷湧現 而這一段時間內是無敵的 怡谷就辦不到這一年 他雖然會反轉速師 但是消耗的周力還是有限制 趁的話則是無限制 先不說以前的禮箱 難怪怡谷會說比他強 這真的不是亂講 因為他是以現在來講 那時候珍惜在旁說不可能 這是因為珍惜見識過的是生天前的禮箱 趁在狀況好的時候 真的是比怡谷強大 這樣他竟然沒有速師等級 有可能上層很討厭他 他的速度太現代了 加上以前跟保守派打架 像是珍惜那樣被打壓了 隨便看趁少說也有一集吧 不過還是要考慮到中獎技術 從剛剛的攻防來看 空窗的這段時間應該是比陸直銀還要弱得多 如果一直中不了獎 那趁也會很危險 我老師還是有留覆覆的 各位可以回去看183的最後 有提到說趁的規則已經進入雀變 雀變就是我之前有解釋的 當趁中大獎後就會進入時短或雀變 進入雀變的機率為75% 雀率變動的簡寫雀變 可以以更高的機率獲獎 而且有一種情況是可能發生的 那就是進入雀變獲獎 獲獎又以75%的機率 進入雀變 然後再次獲獎 我還是要講一下 這全部都是機率 不是說機率比較高就一定會中 一切還是要看趁的運氣 我想可能就是陸直銀的術是需要時間的原因吧 在陸直銀可以使用數字之前 趁必須中獎 否則輸的就會是趁 不過也不要忘了 除了雀變之外 還有機會提升的伏筆 我之前說的是特殊演出 這些特殊演出一定會在這裡出現 而且一定會是在趁危機的時候 另外從之前的對話來看 陸直銀應該是可以使用領域 他是過激素師會使用領域 其實也沒什麼好奇怪 我想說的是 過激素師的領域中不會有必殺 主要是以必中為主 可是陸直銀的招式本身就是必中 所以他打開領域後 主要想得到的是什麼 剛剛有提到他的招式需要時間準備 難道說領域後就可以連發了嗎 就像是速農的領域 把對方切到什麼都不剩 陸直銀的話就是電到爛掉為止吧 只能說雙方都有長招 絕對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分出的勝負 最後沒有預告 很久沒看到預告了 不會是因為之前除暴 所以乾脆不放預告了 另外留言老師說他去看的奇異博士2